你會發現其實就是從admin這邊把它改成這個一個錢的符號 那如果說我今天需要多增加一個網址 這邊也是say hello 如果說我今天假如我多一個網址也能夠顯示 你可以多增加一個東西 我們來改一下 不同網址如果說我要切到不同的畫面看到不同的東西的話 那我第一個一樣就是直接在UIL這邊 然後切過來之後給不同的東西 那不同東西的話 其實你可以拿哪個來 直接乾脆拿這個來改 Ctrl C 一下 Ctrl C 之後在這邊把它Ctrl V 一下 那不過呢 目前是根目錄 這個是開頭 網址的開頭 這個是網址的結束 那如果中間我希望多一個什麼呢 多一個類似像前面這邊有個admin admin的話呢 那我可以什麼 我可以叫做什麼 這邊多一個hello好了 在這個中間我多一個 然後記得這邊要多一個斜線 斜線後面的這個錢的話拿掉 其實就是模仿上面這個來做 也就是我在我的網址後面多一個目錄叫做hello 這樣名稱你可以改一下 hello 1 就第一個練習 hello 1 hello 2 hello 3 等等的 好 那把它save一下 特別注意喔 剛剛同學 在打程式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訣竅要注意 一 你做完view 寫完程式之後 記得要儲存 因為如果你沒有儲存 他沒辦法引入喔 二的話呢 如果我說我今天要在這邊 讓他可以去找到 這個say hello 1好了 那你特別注意喔 這個訣竅很重要 因為剛剛同學用自己打的 很容易打錯 那如果你用引入的話 程式絕對不會錯 所以我非常 強烈建議 很多如果 程式會自動引入 你就讓他自動引入 因為 保證不會錯 如果你自己打的 看起來好像都一模一樣 可是就是執行就錯 OK 所以引入喔 剛剛有沒有 say hello 1 點兩下 這個時候呢 當然他會 先會有個錯誤 他會多幫你做增加幾個東西呢 第一個 你會發現喔 他自動幫你把 這邊多了一個豆點 say hello 1 然後呢 並且幫你 有沒有 因為前面都一樣 所以他就沒有另外再多增加一個什麼 from myapp 點view 這個都沒有 他直接在後面加一個豆點 表示說呢 都在view裡面就對了 這兩個都在view裡面 那我們來試一下 say hello 1 1裡面 我就 hello hello 1 好了 那我把它save 我們來試一下 一樣的方式就是 在這邊 直接把它執行一下 執行的話 特別重要 點他一下 直接執行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其實你不需要再執行配置 因為執行配置會幫你記下來 所以你在執行的話呢 他一樣會執行到你現在的IP 不對 應該是 如果你要在執行執行配置的話 如果你要執行IP位置的話 你就是在切到這邊再執行 他好像 像中應該會幫你記下來才對呀 如果沒有記下來的話 你就再把這個輸入 我們這個地方先測試好了 先執行到 然後 這一個 這邊點一下 然後這邊執行為 然後來看一下 理論上 這邊他的網址一樣在這裡 把它Ctrl C 一下 直接就到那個 我們的 這個網站上 把它貼上 那特別注意 如果我今天執行 當然預設的 他是hello Terry 那如果說我今天多了一個 UIL 後面多一個斜線 那我打了什麼 hello 多一個L 然後 這個網址特別注意 其實這個指的就是 我們剛剛 在 這個什麼 UIL S這邊 我後面有增加一個 這個 網址後面多增加一個 就是這個東西 那當然呢 後面再加個斜線 好 有沒有 就多這個東西 把它加在這裡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啦 那把 Enter之後的話呢 那你會發現 他就 hello hello1出現了 OK 所以不同網址 他可以觸發不同的結果 所以 一個view跟UIL 兩邊可以對稱 這是第一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還要再做一個練習 就是 那如果你想說 我希望 hello 然後後面的話 可以加 某某某 比如說Terry好了 hello 自動補一個Terry 那這樣的話呢 也就是能夠有互動 比如說 hello 後面加一個 Merry 那就hello Merry OK 也就是你給他不同的條件 他會讓你顯示不同結果的話 那這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剛剛 UIL的部分 先在 這邊 先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主要是在 UIL 修改 然後呢 再到view裡面呢 再建立一個對應的一個 制定函數 框架跟以前的韓式庫最大不一樣 就是框架 它其實都在 什麼呢 它的架構裡面做事情 view跟UI 有沒有 就在這個框架裡面 去做變化 所以這個好處是 它的程式會相對的比較少 好 然後再來看一下 如果說今天呢 我希望 在hello後面呢 再幫我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變化 比如說 我哪一個hello 比如說後面我加上一個 哪一個人 然後 他會自動幫我出現 Hello Terry的訊息 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要怎麼做呢 接下來一樣 我就可以在 UIL這個後面再加工一下 我可以把 剛剛這個 UIL這一行 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這邊改成hello2好了 也就是說這個網址的後面 如果加上hello 是sayhello1 如果呢 我今天呢 hello2的話 他就會變成 sayhello2好了 不過sayhello2目前是不存在 所以我必須怎麼樣 必須 再產生 但特別注意喔 我 跟sayhello1最大不一樣是 我還必須在 哪裡呢 在這個網址的後面 告訴他說呢 我的名字 我的那個 要sayhello的那個人的名字 就在 這一個網址 hello2的後面 那我就做一個什麼 先記得喔 先加一個刮鬍 在裡面的話 如果我要用文字的話 記得喔 這邊 可能要多增加一個 反斜線 w 反斜線w指的是一個字 文字喔 反斜線w是文字 後面請你再加一個加號 再加號指的是很多個字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一個規則的敘述 這個指的是文字 那如果數字的話 請你把w改成d 就可以了 加的話指的是很多字 也就是說呢 在我的網址後面呢 會多增加 一些 那個人的名字 所以他會丟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他原來的網址 一個就是後面他的名字 就加在後面喔 好 這個多的部分 第二個的話 sayhello2啦 我們現在sayhello2沒有嘛 所以請你再到views裡面 把剛剛的那個sayhello1 把它複製 Ctrl C Ctrl V貼到底下 拿這個來改 比較快一點 直接把它 Enter然後貼上 這邊sayhello 改成2好了 然後呢 我需要的是 除了他原來 傳遞過來的request 特別是喔 請你加一個d點 因為剛剛我在 uil後面有帶了一個東西過來 他這個後面會傳一個 參數過來 那我可以在這個後面加一個參數名稱 這個可以自己取的 比如說叫user name好了 user name 好 那他就會藉由這個引述喔 把他後面的東西 幫我帶過來了 所以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他的王子 一個是他的名字 那再來的話 我就在這邊改一下 叫hello 空一格 加上什麼呢 加上那個user name 就是那個人的名字喔 OK 這個我習慣是Ctrl鍵按住拖拉啦 這樣比較快 好那我做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就兩個引述 一個是他的王子 一個是他的名字 那顯示出來 hello誰 那這樣的話把它save一下 那一樣的 UIL這個地方 這邊就是加一個save hello2 所以這邊的話 直接自己用打的 我建議是 重新打一下 幫我引進來 那你會發現 打完之後 自動幫你引入了 好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 這個引入了 應該沒問題啦 再來我們來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把它save一下 再到我們的 這個地方 直接再把它執行 執行 執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 確認這個 這個結果 OK 我們來先確認一下 這個這個結果呢 是不是 如我們預期的 這個要的 那這邊的話 把 直接就 原來是 hello 這個 hello terry 所以我後來就斜線 加一個hello 2 再斜線 那跟誰save hello呢 跟terrysave hello 好 enter喔 如果這邊出現什麼 hello terry 那恭喜 應該是沒錯了 有沒有看到 hello terry 就出現了 應該可以懂 那個邏輯啦 那只是說 像有的時候 像剛剛debug 如果說你程式出現錯誤 像剛剛 假如同學之前 比較常措施 這個地方沒有加 如果你這個地方沒加的話 它會變成說 它少了一個參數 如果你把它重新整理 你會發現喔 patch 拿著放 有沒有 找不到頁面嘛 404喔 那這個就是debug 所以如果你剛剛那個debug 等於false的話 那它就不會出現這些 它不會警告你 所以特別重要 就順便講一下 那 如果你看到這個訊息的話 它甚至在底下會告訴你說 這裡面的patch喔 沒有match 你的那個 這些東西有少什麼東西喔 所以你就要知道說 是不是在這邊要改一下 所以這個debug還不錯啦 有時候會告訴你一些 你可能錯的地方 那你就再回去看一下喔 那個剛剛的這個 路徑底下 應該要加上什麼 小刮弧 記得喔 斜線 反斜線 w 這個是什麼字 很多字的話 就是再加一個加號 很多個字 不止一個字 把它save一下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如果因為你會再加上 我們不會問你 有這些畫面 就要有這個畫面 不可以 不可以 你參加